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到保利感 一般人的感觉是 香港的色彩很浓厚 但是基本上 它基本上都是一个 世界公司 它不是一家 香港公司 其实我们没有忘记 我觉得我们没有忘记 去其他地区的发展 所以就是 那时候我觉得 都花了很多时间 慢慢地发展 有几样的做法 就是开始发掘本地 除了他海外的那些歌手之外 不是有一个时期 突然间本地就一下 吹本地的一些创作风 然后保利金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们搞了一个 Guinness Cantor Rock 这个真的是踏遍全马 本来还是说在KL 然后后来就是Guinness Cantor Rock 就是踏遍全马 几乎所有的 每一个城镇的那些夜店 那时候我就觉得 刺激成熟 香港已经有Bang Beyond 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说 喂 我们最熟 我们来搞一个中文Bang的比赛 因为那时候 我们是提供 优先者就拿了 那时候就要参加 那很多人都要参加 所以发掘的原因 就是我们也是 打一个Bang的一潮 保利金对我本身 还有乐队 我觉得他给到我们一个机会了 代表马来西亚的华人的乐队 然后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机会 机缘做了我们三张唱片 今天花最长的时间录的那首歌是 窗外的雨下的好凶 我做到Eco 是一个战略点 因为Eco 他基本上是一个五个学生仔 创作人 后来是证明了一个 就是就算他现在 有没有太大的社会 可能一次我带着他去香港 他真的会吓死香港人 他这么厉害 Eco是比较多元素的 我们有台湾的影响 香港的影响 华人音乐主要的影响 所有华人音乐队的应该是Beyond 所以当我们知道Beyond之后 我们才知道 他有这么多好听的歌 就好像不再犹豫 就是比较真能量的歌 然后真的爱你 这个送母爱 所以我们觉得这些歌都很好 这个当然是影响我们觉得 乐队其实就是要写实 通过五个人的能量 把那个讯息表达出来 Beyond是 因为我不是那么摇滚的 可是Beyond我是蛮惊喜 因为我没有接触那个区块 所以他们来的那个疯狂程度 我记得好像是曾经在Lot 10 几包玻璃的 到今天家具已经走了多久了 那个他们的热度是没有减少的 然后很多时候是你去那些 当年不是有那些Bub 其实那些Bub都是比较English based的 可是那些铸唱的那些Bub的歌手 非华人都一定会唱海阔天风 都一定会唱比较的歌 但解释怎可无尽身因 我已搬大事无限 请准我说少真命爱你 以自由擦楼的驱惑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旁误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有能做到 风在汽船 默默地这三不再继交于奔驰 我终要以带归去也 张国荣我要讲的是 因为我刚刚听保育镜的时候 他是刚好张国荣那个 他第一次推出 就是风在起司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风在起司 大家就把那个秘密保守到他 发片的时候说他要退出 所以那张片也顺着他的 那个退出的那个造势 卖得很好 他一发片就是过万张了 我觉得因为呢 为什么全部都是 他的演绎是他自己有一个 我自己认为对的一个形态 表现给人听 那大家都很接受 他的艺术细胞 就是每一个画面 比如每一种 音乐上面 舞台上面 所有的构思 其实在他的脑里面 其实已经全部都呈现出来 我觉得 这个是他非常之 一个超级巨星的一个 能否定 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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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星球上 燃亮 飘渺 人生 我多没有 救援 好,大家,今年是鼓勵金服,不是做一些事情的,又不想做一些多少周年那樣的事情 不如當一個祝福他的歌曲,國歌的歌曲 我覺得不需要說到他不想到那樣的事情,反而要說回他那樣的事情 另外來幕後的事情,分享大家多些,希望歌歌的粉絲或者其他粉絲 聽到我和他合作時,那些隨時也好,朋友也好,人是背後面是怎樣的 至少我們有分享這件事,所以這張字叫做Befixing Guide 至少大家會感受到那個感覺,他給我們,然後給我們給外面聽 所以現在,今天做Befixing這張字,其實所有東西都是放在那裡 放在我們之前跟他聊天,回憶,有笑,有聊天 因人愛,將苦心拋落海,想愛過我便應該很明白,寂寞有害 大熱,越過越旁邊,鬥氣,越上過越強烈 熱氣,傳出房子,你頭那隻狀地外分裂 大熱,再請更重點,命運,注定的Baby 世界,世界,賣著有好景,運成最作風 大熱,越過越旁邊,鬥氣,越上過越旁邊 爾蒲臺,越上過越旁邊,西佛